记者简会如台北报道 民进党将旁点违反党级党员 登记完成后帮台北市长柯文哲助选将被开除会要求自行退党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强调国民党没有这样的状况 国民党礼章很团结 民进党将在登记完成后 对挺柯文哲的礼程开闸 若在党内提名完成 柯文哲也登记完成后 有党员选择帮忙助选 那么就可能被开除或是自行退党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今天受访时强调 我们国民党没有这个问题 国民党里长很团结 上次大家怀疑中正区营副里长陈穆松听科 但是其实里长早就跟他讲好事情原委 他也说没关系 黄吕锦如解释 因为陈穆松是现任台北市里长联议会总会长 举办参会 按照过去市府 市长到不管蓝绿里长都会到场 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蓝军一定会大团结 尤其基层里长更没有问题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中则表示 那是民进党家务事 他没有意见 倒是对于柯文哲不断被询问是否会选2020总统 柯日前回答事实难料 媒体询问丁首中的看法 丁表示 民进党把台湾搞得快进加护病房 难道还要柯文哲去选总统 来帮台湾加上叶克摩吗